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經常曝光的獅子山當主角 大家沒理由不認得了吧 香港四季分明 差不多每個月都有特色天氣 天上的雲彩更是千變萬化 正如這輯這麼漂亮的天氣照片顯示 香港不僅有很多美麗如畫的自然風景 天氣和雲種更是非常豐富 不僅有較為常見的卷雲 層雲 積雲 閃電 彩虹等現象 偶然大家亦可能會碰到雲海 甲狀雲 湖狀雲 瀑狀雲 幻逸 甚至是紅彩雲等較為罕見的奇景 大師級的作品當然要靠攝影師本身的攝影技術和經驗 但若果大家能夠識別出不同的雲種 甚至乎是了解背後的氣象條件 相信在拍起漂亮的照片的時候 就更加會時半功佩了 其實要學會看雲都不是很艱難 除了上網查資料之外 亦都可以選擇參加一些正規的課程 天文台最近舉辦了一個天氣觀測課程 教市民一些天氣觀測基本技巧和方法 內容包括很多有趣而實用的知識 例如雲的分類 香港常見的雲種 如何利用雲的知識去吹吉避空等等 除了在課室上課 亦都有實習體天的環節 練習如何運用手指去量度雲底高度 和量度能見度等等的技巧 施朗 天氣觀測課程完成了 你有甚麼得著呢 能否達到你預期目標 達到 因為平時自己有看一些書 可能遇到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就沒有人去問 但是今次課程也有涵蓋到一些 我不懂的課題 解決了我的疑難 所以也達到了我的目標 那麼多個環節裏面 最深刻印象的是哪個部分 會是上來天台看雲 因為我們學過怎樣去看雲 怎樣去看能見度 這些技巧書本都學不到的 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錯過了天氣觀測課程 不要緊的 繼續黏著氣象冷知識 遲些我們會找來看雲的專家 跟大家分享更加多的雲的知識 再見